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委员会推出了诚信店认可计划 加入了诚信店认可计划的商号 会遵守消费会的指引 消费会会以不定期方式 巡查加盟商号诚信店 检视他们能否确守诚信店规定 还会提供专人指导及多元培训 以保证诚信店的质素 致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不少诚信店都认为 消费会在指导滑培分期间 给予的改善建议 都能有效提升店铺各方面的质素 令消费者更有信心光顾 消费会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个列明了 很多他们对我们要成为诚信店的要求 每一项都非常清晰和很具体 有时可能我们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够好 它都会提醒我们 其实这里你们可以更加改善 更加进步 令到我们无论服务上 品质上 名语上 都会有所提升 因为我们很多货源都是在香港入口的 所以我们有时会标出一个香港的价格 后来经过消费会的提醒之后 我们就有可能两个价格都会有 方便消费者去参考 再后期点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内地游客过来 我们就会提供了三个价格给他们参考 我们自己公司特别是我们行业的话 其实诚信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贵金属和珠宝 能识分真和假的话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我们澳门一个旅游的城市 都面临很多世界各地的客户 在货币的汇率上面和单位上的话 这方面的换算 今年他们都提醒了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点的 不但有港币和普币 再对准人民币 接着就是换算的单位 因为我们黄金这个行业的话 都有黑和量的 我们传统澳门的话 就用贯量 不过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 都是来自于内地的 他们的算法是用盖黑的 这里的话 透过消费会的提议 我们其实都给予多一个重量的单位 让内地的消费者会更加直观 可以计算到那个价钱和重量的 诚信店不单是对店铺的认可 更为消费者提供信心和保障 有见及此 消费会更职业与不同单位或部门 合办科程及广座 为加盟商号 诚信店进行提质培训 让商号能够持续审视 及优化自身经营情况 来到一个新客来说 未接触过公司 有买乘诚信店 其实会让他们更加乐意 更加放心 在我们的店铺消费 在我们的自身方面 我们的品质和服务 都一定会有提升 至于顾客方面 他们一见到乘诚信店这个标志 知道是由政府发出的话 对我们都会有加倍信心 这是一个认可 亦是一个肯定 无论是授前服务也好 授后服务也好 游客都会觉得 这个是一定有保障的 所以对我来说 都会有帮助